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 電話卡實名制能夠防止罪案發生 亦都不會影響各行各業 包括新聞界使用 現在很多的罪案發生 其實他是鑽這個空子 就是他打電話去犯案 無論是電話騙案或者一些嚴重罪行 甚至警方說有些時候 譬如炸彈的設置等等 他都用這些方便 就是拿一個電話卡 然後他想著沒有人可以追查到他 整個實名制我沒有分過行業 所以我很難說如果是新聞界來 你就可以無需要實名 又或者你說報料等等 新聞自由或者舉報等等 在香港來說如果他不違法的時候 他絕對可以做 但在設計上我很難說 批出一欄為這個行業 專門是這個可以豁免於實名 優達華強調用戶資料由電信箱儲存 當警方懷疑涉及罪案時 可以向電信箱索取資料 亦都不會查到用戶的通訊內容 又說電話卡實名制是全球主流 當局在保障用戶私隱方面 已經諮詢私隱專員意見 以後我去找到一張照片 那些照片的照片 通訊本主流 其實就是很合遇的 除了一張照片